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我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成昨,14日,于大阪官邸轻声,消息震惊各界,驻日代表谢长廷赶赴大阪协助家人处理后事,见苏妻女相拥大哭,令谢长廷叹,哀妻的慰问已无法挽救不幸的悲剧。 对于网友连日霸凌,令谢身心疲惫,无力回应这些纠缠,我驻日代表谢长廷今再度于脸书发文,他表示苏启成的妻子从台湾飞抵大阪,与苏在日本留学的女儿会合,这对母女昨晚见面相拥大哭,长命哀妻,谢长廷在现场不禁感叹,哀妻的慰问已无法挽救不幸的悲剧。 他强调现在全力协助善后及未来相关事情,为尊重家属的隐私和心情,协助其低调寻其他通路离开机场。 谢长廷说,他知道网络上有些真诚反省的声音,希望避免累死不幸再度发生,但也有磨刀祸祸叫阵,准备第二回合猎杀,对于网友连日来的霸凌,真的令他身心疲惫,无力回应这些纠缠。 谢长廷文末指出,今天他特地来到大阪全作业站,这个在这次风载新闻以及网络上多次出现的地名,要把其心中,同时应该也是苏钱处长生前想解开的一团给解开。 結局